對輪船公司和日本的人氣動漫 明禎和柯南合作 推出主題航班 船身的外觀以黃藍為設計 非常亮眼 輪船公司以海上巴士 主題航班為號召 努力的想要吸引觀光客 增加營收 但是卻在首航遊港零事前 傳出了董事長黃淑美請辭 黃淑美過去是高雄市議員 二零二一年接任 高雄輪船公司的董事長 最近因為旗經古山縣渡輪 平常上班的接風時間 由四艘渡輪減少為三艘 引起了爭議 臉書上議長留言過分 黃淑美還回復 有做不好的地方會馬上改正 沒想到過了一個多禮拜 黃淑美就閃電請辭 我們還是期待高雄市政府可以派一個 真的是一個專業經營的人 來經營整個輪船公司 高雄輪船公司連年 虧損已經累積了超過十一億 董事長黃淑美請辭後 輪船公司召開了董事會 將由高雄市的交通局長 張淑娟來帶領 而往後的營運還是一大難關 現在透過和日本的知名動脈聯名 希望能夠拉高人氣 開源 增加營收 張淑美 林鄭河和鄭鳳 高雄報導